新的旅游法10月1号开始实行 南京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和一日游协会专门召开了工作会议 要求南京各个旅行社在开展一日游的项目当中率先执行旅游法 从9月27号开始 南京一日游项目的所有物价牌合同书要全部更新 取消指定购物点杜绝自费项目 一些景点的商店因此就没客源 关门谢谢了 看报告 目前南京市场共有7家旅行社经营一日游项目 按要求他们从27号起就必须按照新路显发团 全程不进购物店拉长景区游玩时间 新版南京一日游合同中各景点的停留分钟都被明确标出 只允许超时不允许缩水 新的线路呢就是难过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的旅游购物商店 包括呃原来我们的一些这个旅游景点上一些不规范的一些商铺 这一块我们把它全部规避掉 过去有一些景区里面有一些商铺比较密集的这些景点 我们这次也把它调整掉了 为了进一步规范旅行社服务 南京一日游协会还成立了一个内部计查小组 负责对一日游全天的行程进行跟踪督查 将对旅游大巴安装GPS定位系统 随时查看车辆的行进轨迹和在景点停留的时间 记者来到中灵街地铁站附近的一家玉器商店 这里靠近邻谷寺景区曾经是南京一日游的购物点 现在这家店大门紧闭 甚至连招牌都被店家用红布遮挡了起来 为了避免让游客掏香火钱 这次南京一日游路线也取消了白鹿州公园内的一处寺庙景点 由于剔除了购物店和自费项目 增派了导游旅行社的成本也有所上升 目前的南京一日游散客挂牌价是256元 10月1日起将上调至306元